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只青蛙一张腿两只眼睛四条腿 一个兔兔一张腿两只眼睛两条腿 我们全家三张腿有只眼睛有头腿 不对不对算错了 我们全家四张腿画只眼睛十条腿 加加减减数数算算一三五七九 小小数字变化万千 方方手帕圆圆太阳畅畅比比画画 美丽突兴在你身边 一个巴掌陪着想 两个巴掌想呱呱 小朋友没手来手 再大困难都不怕 爸爸妈妈一起来 数学心经美如花 小朋友很真厉害 可是小小数学家 第五十七集 我的时间我做主 今天图图想学点什么呢 图图想学 我知道 你一定想探求宇宙中黑洞的奥秘 图图想学 一定想了解旧十七时代古老人类的生活 可是图图想 不要说 我知道 你一定渴望解开人体DNA之谜 不对 庄庄庄哥哥说的图图一句也听不懂 对不起 都怪我太有学问了 那么图图到底想学点什么呢 图图想让庄庄哥哥教一些小学生的本领 就这么简单 因为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和图图一样还在上幼儿园 那好吧 我们就来学点简单的 这是我自己制作的一张小学生课程表 边上竖着的一列写的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就是一周里上课的日子 顶上横着的一排写的是第一节到第六节 就是一天里六节课的意思 有了这张课程表就能知道每天该上什么课了 看星期一第三节语文 可是幼儿园没有这么多课 图图用不着课程表 说的也是 有了 图图需要一张作息时间表 作息时间表 就是告诉自己什么时间该学习 什么时间该玩 什么时间该休息的一张表格 幼儿园快放暑假了 暑假里有那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是不是应该好好安排一下呢 那就让我们来学做一张 暑假作息时间表吧 好 作息时间表难不倒图图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时间 图图认识时间 真的吗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还有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二 图图全都认识 十二 哈哈 图图认识的是数字不是时间 我问你 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知道了 是什么 这些数字就是时间的意思 也不能算错了 这样吧 我来考考你 请你把这个钟表的时针拨到七点整的位置 好 七点整 七 好了 七点整 图图 你只做对了一半 做对了一半 钟表上的这两根针 一根叫十针 一根叫分针 十针从一个数字走到下一个数字 代表着时间过了一小时 七点整的时候 十针停在七上是正确的 可是分针呢 要绕着表盘走上整整一圈才是一小时 所以整点的时候分针应该正好走到十二的位置 知道了知道了 一个在七一个在十二 看七点整这会对了吧 这回比上回错的更多 可是 图图 你仔细听好了 在我们的表盘上 短的这根是十针 长的这根是分针 如果还有第三根更长的 走的也更快的 那就是秒针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这两根十针和分针 哦 短的是十针 长的是分针 嘿嘿 图图把十针和分针弄反了 那就请把错误改正过来吧 好 十针在七 分针在十二 那八点整呢 当然是十针在八 分针在十二咯 可是分针一动都没动过 当然动过 十针走一格是一个小时 分针走一圈也是一个小时 当十针从七走向八的时候 分针也没有闲着 他从十二开始走 走了整整一圈 当他一回到了十二的时候 十针也正好走到八了 哦 十针走一格 分针要走一圈 分针走得比十针快哦 说的没错 如果现在是九点整 十针和分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哦 九点整 十针在九 分针在十二 没错 那十二点整呢 十针在十二 分针也在十二吗 当然是这样 图图要自信哦 哦 学完了整点 咱们再学个稍微难点的 图图知道不知道 七点半怎么表示呢 七点半 动脑筋好好想一想 七点半就是七点过了半小时 离八点还差半小时 十针应该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是不是在七点和八点的中间 正是如此 那分针呢 分针 想一想哦 分针可没有闲着 它也把一个小时的路走了一半哦 从十二走一圈是一小时 走一半的话就是 是不是走到这里 正是如此 知道了七点半 也就知道了八点半 八点半 十针就在八和九中间 分针呢 当然还是在六的位置 嘿嘿 认识时间难不倒图图哦 今天 壮壮哥哥要教图图做一个暑假作息时间表 所以图图要先学习认识时间 壮壮哥哥给图图看一个大大的钟表 上面有一到十二的数字 还有一长一短两根针 壮壮哥哥让图图把钟表拨到七点整的位置 图图把两根针都拨到了七 壮壮哥哥说这样只做对了一半 因为七点整的时候只有十针是在七的位置 分针应该在十二的位置 短的这根是十针 长的这根是分针哦 所以这样拨就对了 如果八点整呢 对 十针在八 分针还是在十二 九点整 十针在九 分针在十二 十二点整 十针在十二 分针还是在十二 你会不会觉得分针很懒 一直停在十二的位置呢 嘿嘿 告诉你吧 分针一点都不懒 当十针从一个数字走向另一个数字的同时 分针也在赶路哦 他从十二开始走了整整一圈 再回到十二的时候 十针正好就走到下一个数字了 看分针很勤快吧 除了认识钟表上的整点 庄庄哥哥还叫兔兔认识了半点 比如七点半 就是十针在七和八的中间 分针也走了半圈路 在六的位置 八点半 十针在八和九的中间 分针还是在六的位置 小朋友们 兔兔考考你们 请说出下面的时间吧 对了 他们就是十一点半 三点半 六点半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制作暑假作息时间表了 可是兔兔不会写字 没关系 只要会画画就行了 兔兔会画画 好 我们先从早晨开始 兔兔你每天几点起床 兔兔平时七点起床 暑假还要七点起床 好 我这里有一些空白钟表 请兔兔把七点的指针画到表盘上 短的是十针指到七 长的是分针指十二 七点整 现在就请兔兔把起床和起床后的内容画在这后面吧 起床可以用一张床代替 刷牙洗脸可以用牙刷表示 吃饭 吃饭就是画鸡蛋面包 接下来兔兔有什么安排呢 八点钟在儿童乐园锻炼身体和做游戏 好 兔兔来把时间和内容填满 然后呢 然后是十点看书时间 看完书再和牛爷爷下棋 十一点半吃午饭 下午一点钟午睡 下午三点让牛爷爷带我去游泳 五点钟回家看看儿童节目 六点吃晚饭 七点是学习时间 八点钟洗澡 上床听妈妈讲故事 然后睡觉 好了 这就是兔兔一天的作息时间表 哇 好棒 认识了时间之后 壮壮壮哥哥就教兔兔制作暑假作息时间表 兔兔每天早晨七点起床 壮壮哥哥 壮壮哥哥就让兔兔在表盘上画上指针 在后面画上兔兔要做的事 看七点钟 兔兔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饭 兔兔想每天八点钟下楼锻炼身体和做游戏 看兔兔又画出来了 十点是看书时间 还可以去找牛爷爷下棋 十一点半吃午饭 下午一点午睡 三点让牛爷爷带兔兔去游泳 五点回家看儿童节目 六点吃晚饭 七点是学习时间 八点洗澡 上床听故事 睡觉 这就是兔兔的暑假作息时间表 怎么样 很棒吧 壮壮哥哥有没有暑假作息时间表 我还没来得及 壮壮哥哥每天早晨几点起床 什么 兔兔来帮你做一张暑假作息时间表 好吧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天之计在于晨 兔兔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作息时间表很重要哦 未经许放下午前 6阅